那些人... 到這邊就是要打那個沙漠勇者 哎呀 犯馬過來 一決勝負 結果這麼多打一個 害死啊 我覺得那個帕子算是最麻煩的 首先先打他的弟弟 我就是要打你兒子啊怎樣 你兒子就欠打 每個都欠打 他的全速真的是很快 所以只要被摸到其實會被打到幾下 差不多再打個幾下就可以KO他了 等一下後面那個 你在幹嘛 靠你怎麼跑掉了 現在跑掉了 哈哈哈哈 可以去游沙子啊 你不可以去游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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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他就要把那個跑掉那個抓回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這個... 現在是在玩什麼遊戲啊 哈哈哈哈 好酷嗎 這個QTE還蠻有趣的 你這樣邊跑邊丟東西 他蠻厲害的 不知道東西塞哪去了 他是不是有白寶袋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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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頭 你跑這麼遠就只是為了給他拔一下你 你也太好笑了 我在殺神暴真的是伸手不見五指 然後來到一個洞窟 我裡面竟然有太陽好亮喔 我裡面是綠洲耶 這個水真的蠻清澈的 裡面還蠻適合居住的吧 我這個設計有點像那個什麼 娜美克星 都有那個小圓珠 雖然這個圓珠 雖然這個圓珠比較小一點 我之前那個娜美克星的話 就會有一個圓形的 然後黏在他的那個防折牆壁上面 這樣子 喔脾氣人耶 是前面他說的那個 把那個脾氣人消滅掉 就消滅掉脾氣人的那一段 想不到他們還有存活 他告訴那個脾氣人30年前的真相 我就讓他們不要對這個大將軍 誤解 因為這個將軍才讓他們的村子被消滅掉 要為過去贖罪 老將真的快活 啊靠 可以打啦 靠 這時候還是用坦克最 啊錯邊了 啊錯邊了啦 錯邊了啦 啊好險好險 還剩殘血一格 我接著就要爬山了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爬過陽明山 我個人爬過 我覺得還算OK 不過是北風的部分 其他風我就沒有爬過了 應該會特別的辛苦 我建議各位有些騎的時候 去爬個山對身體也是不錯 這個一般人真的是爬不太上去 能爬上來的都不是一般人 哇這邊的水好多啊 滿滿的水 這應該所有的水 可能就是被這個水壩困在這邊 難怪底下的河流什麼的 全部都沒有水 太自私了 太自私了 這是什麼東西啊 炸彈 他不知道 這是從人類 他開發的 怪怪的生物兵器 看起來就很噁 綠綠的 綠色都是很表情的顏色 喔靠 他竟然打得動王子耶 力量還蠻強的 不逃 我打了這麼久才22的經驗值而已 有點不合CP值耶 有點不合CP值耶 喔靠 要出好幾隻了 噁心的東西 哇你們是這樣子 人都是怎樣 搖擺是不是 哈哈 好幾個要打一個了 啊糟糕 不講武德 那你們看看王子的厲害 來吧我要死處了 界王拳 這個有點像霸氣一樣 人贏了 這個憤怒指數 指數已經暴表了 這個是 按支呼吸 哦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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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d 他攻擊力差太多了吧 Standing 欸這個攻擊力差太多了吧 嘿嘿嘿 這樣子好像那個浩克一樣 啊~~ 太強了吧 啊~~ 他這個是那個類似賽亞人變身的概念 直接把周圍都把他震掉了 還蠻像的 我關這一招的話那個範圍攻擊就太強了 好啦 打完收工啦 該回家啦 不過那個戰車還是要那個帶著走比較好 那個戰車還蠻好用的 等一下 這怎麼有點像結局的感覺啊 應該沒有這麼快吧 然後在最後看到這個像是另一個訪派的角色 我想這應該就是另一個故事的開始了 還蠻有趣的 我倆人們把世界都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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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位